8月初五那天,晴空万里,秋高气爽,空中叽叽喳喳的喜鹊一大早就叫醒了无机门的所有人,包括天天赖床的魏门主。 蓝启仁和蓝西辰一早也来了,说是要亲眼看看魏无羡所说的,一百年内人们提起来都叹为官职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吃过早饭,望线一家人手牵着手,一起先去了祠堂,跪拜魏常泽和藏色的牌位。 蓝启仁,蓝西辰和小星辰也进去上了乡,都在今天替以示之人高兴,他们相信,如果魏常泽和藏色还活着,一定会替他们的儿子高兴,也会因有这样的儿子而骄傲,欣慰。 县下虽然已是秋天,但无机仙山在魏无羡符咒的加持下,依旧百花盛开,处处鸟语花香,本就仙气笼罩的仙山更加美轮美奂。 所有来参加婚礼的宾客都被请在了教场的管理台,因为今天人太多了,除了仙门百家都派人前来, 仪灵的百姓听说后,也有自发前来的。自从无机门成立后,仪灵已经很少出现邪碎了,百姓们安居乐业,对无机门及两位门主感激不尽。 魏无羡在观景台的对面,用符咒做了一块巨大的屏幕,上边不停地变换着魏无羡与蓝望姬两人,从云深不知处山门口相遇到相知相爱的点点滴滴。 屏幕上的一幅幅画面,是望线二人凭借记忆亲自手绘的一张张图画,众人皆被震撼了。 这是怎么弄的? 不知道,无机门当真与众不同,无机门已经超越四大十家了。 是啊,听说现在已经有两千名弟子了,听说仪灵老祖早就说要将无机门发扬成第一大门派。 画面停止,叫场中间,百名无机门弟子席地而坐,请出自己的琴,屡屡琴声,悠悠扬扬。 诉说着万般柔情与喜悦,各种情运令人当气回常,人们神异心旷之际。 耳边一阵微风呼起伏,似有淡淡花香传入鼻众。 顺着花香的方向,蓝景仪和温斯追二人一人跨着一个花篮,边走边扬起花篮中的花瓣。 二人身后是身穿大红洗衣的望线二人,二人食指紧握,每人还牵着两个孩子。 四个小家伙今天更是经过了精心的打扮,本就俊秀的脸蛋更是个个如冰雕欲拙。 此时人们才发现,大屏幕中出来的画面又成了现在正在发生之事。 人们似乎忘记了呼吸,一家人宛如从画中缓缓走来,千秋无绝色,岳目是家人,倾国倾城茂,惊为天下人,大概说的就是他们一家人。 随着一家人走到高台中央,抚琴的弟子缓缓起身,整整齐齐地退到一旁。 随后而来的蓝西辰,蓝启仁,温情,温宁,绵面,阿京,小星辰,宋蓝也站在了望线一家的一旁。 作为主婚人的聂怀桑运用灵力,对着观礼台大声说道,各位亲朋好友,很高兴大家来无机门参加两位门主的节道大礼,二人从相遇相知到现在的画面。 相信大家已然看过,可以说,他们二人能在一起,全靠对彼此的不离不弃,在此,让我们衷心地祝福他们。 聂怀桑说完,观礼台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聂怀桑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接着说道, 在今天这难忘的日子,不知二位有什么要对彼此说的吗? 魏无羡笑脸盈盈,首先开口,我魏英,魏无羡不知是修了几辈子的福分,让我遇见蓝湛。 世人皆知,他是娇娇君子,是泽世明珠,殊不知,他更是我在黑暗中时的一道光, 是我在万念俱灰时的唯一信仰,支撑着我挺过一个又一个漫长黑夜。 我感谢上天把这么好的一个人给了我,也给了我一个家和四个可爱的宝宝。 魏无羡转身,看着蓝忘机,深情无比,蓝湛,我爱你,天荒地老,蓝忘机听后心里开心而感动, 低沉而性感的声音也响起,魏英,曾经山门前惊鸿一瞥,一眼万年,跃下你的笑容, 笑尽了我的心,也照亮了我古板无趣的人生,感谢上天让我遇见你。 魏英,我心愿你,不问朝夕,他们二人的感谢中都感谢了上天,其他们彼此都明白, 他们是在感谢天道,感谢天道让他们有重来一世的机会。 两人双手相握,相对而立,魏无羡笑叶如花,蓝忘机满眼柔情, 仿佛天地间只剩下彼此。 你许我,一世所爱接我,我应你,一世满眼是你。 这时魏英作为长子乃生乃气道,父亲、阿爹,我代表弟弟妹妹, 愿你们永远在一起,愿你们早日飞升,生生世世永不分离, 也希望我们一家人能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魏英说完,蓝云挥手打出一道道符咒,无数只喜鹊在空中飞舞。 魏无羡和蓝忘机二人把四个孩子抱起来, 谢谢我的宝贝们,你们永远是我们最爱的宝贝。 观景台上的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虽然他们见过四个孩子,茶楼里也时常提起魏无羡和蓝忘机有四个孩子, 但大都以为是传言,毕竟两个男人怎么可能生孩子, 谁知今日一见,四个孩子的容貌,不容人们不信。 人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夷灵老祖真是无所不能,佩服佩服。 观景台上的温氏人各个笑得合不拢嘴, 他们早就把望羡当成了一家人, 对他们除了尊敬爱护还有感激,由于他们大多岁数大了, 所以被安排坐着观礼。 望羡一家人站在高台中央接受着大家的祝福, 无羡门全体弟子也都来了叫场。 在温情等人的带领下, 齐声道,祝福两位门主恩爱到白头, 一家人幸福绵长。 听到大家的祝福,六个人脸上均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接下来,他们要去云身不知处了。 在众人的声声祝福中, 望羡二人抱着四个宝宝, 蓝西辰及蓝启人, 一人抱着温丝锥, 一人抱着蓝景仪, 缓缓生至半空中, 向众人挥手道别。 除了望羡二人, 他们几人用的是魏无羡新研制的预行符, 也是靠灵力预行, 只是不需要用剑了。 那些不明所以之人, 还以为他们的修为, 已经到了可以凌空飞行的地步, 有羡慕有嫉妒, 他们也懒得解释。 魏无羡在半空中, 与蓝望姬一起缓缓抬起手画了几下, 一行蓝白相见的字, 感谢大家的到来略备薄酒, 请尽情享用呈现在空中, 像蓝色的精灵嵌在白云中, 美不胜受。 蓝启仁和蓝西辰 也被魏无羡的别出心才震惊了, 真不愧是要入他们蓝室之人, 就是与众不同。 温情、绵绵, 小星辰和宋蓝 作为无机门长老, 留下来招呼宾客。 来参加宴席的宾客, 想去蓝室的也可以去蓝室, 但大多数人都留了下来。 一是蓝室的饭菜一言难尽, 二是无机门人节地灵, 多待一会儿都觉得灵力充沛, 神清气爽。 跟随去云深不知处的, 还有刚才抚琴的百名弟子, 一群人凌空飞在空中, 人群后还有一排排的喜鹊, 浩浩荡荡地向云深不知处飞去, 喜鹊边飞边撒着糖果。 所经之处,无人不赞叹, 无人不艳羡。 行至云深不知处山门口, 众人缓缓落下, 蓝忘机凝望着好久不曾走过的山路, 心里不知在想什么。 魏无羡与蓝忘机十指紧握, 蓝战,都是因为我, 你才这么多年不能回来。 蓝忘机看懂了魏无羡的心声, 魏英,吴氏, 如果你不回来, 这条山路我也不想走。 蓝启仁和蓝溪尘走在最前边, 无羡门的百名弟子抚秦在前边开路, 思锥和景仪继续挥洒着鲜花, 望线二人牵着四个宝宝, 后边跟着温宁和聂怀丧, 沿着山路缓缓而上。 秦声响, 喜鹊停止了叫声, 只是有序地飞在空中。 今天的云深不知处, 也是经过精心的装扮, 与以往的清雅大相径庭, 到处张灯结彩, 洋溢着喜悦, 红毯从山门前一直绵延而上。 听到秦声的蓝氏弟子在聂明爵的带领下, 出来相迎。 聂明爵打心里感激和喜欢望线二人, 他今天收起了严肃, 面带微笑, 随着众人一起向蓝氏祠堂走去, 魏无羡看见站在一旁的江雁离, 金子轩和江城, 向他们微微点头示意。